拿起毛筆不假思索直接揮豪 台中市議員王立任 近期展開另類的選民服務 寫春聯寫到手軟 滿滿的諧音梗 玩上癮 乾隆駕到 好像皇帝來了 那又有錢嘛又有龍 龍心大月 就是說希望今年的薪水 大家都能夠提高 春聯也是一門政治學 讓各縣市首長 絞盡腦汁的成果陸續曝光 侯友宜跟往年吐吉利來 平安享虎一樣 取台語念法 吉隆武春 隆武春吉 春吉隆武 蔣萬安的春聯是福運龍來 回顧去年 他的兔來萬安 被算是馬屁文化 因此今年被問到 怎麼沒再用萬安兩個字 萬安卻在這裡 盧秀燕春聯 今年首度有兩種選擇 目前只透露福運昌龍 另個版本要保有神秘感 還沒公布 輸人不輸陣 林家龍今年也送出新興向龍 而陳其邁的春聯 則是藤龍憲銳 比起讀音更看重含義 今年龍字梗 常見的諧音 包含跟新龍昌龍 有關的吉利化 還有江龍 聯想到台語的全部 錢財福氣 龍來 荷包龍起啊 他就很有梗 但是就是很貼切 榮華富貴都滿有創意的 第一個是有喜氣啦 再來就是要讓人家覺得有心意 如何在重版本的新春祝福中 脫穎而出又受到民眾喜愛 不僅考驗政治人物巧思 更是場人氣比拼 三地新聞 張展